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上课之前 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要上这门课 企业管理与新式为这门课 和我们在座的以前上的一些课程可能不太一样 你们学个哪些课程啊 企业管理 还有什么课程啊 管理学原理 还有战略管理 学过没有 学过了 那同学们通过对这些课程的学习 对我们企业管理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和方法 都有了一些了解 但是随着我们企业的发展 企业环境的变化 企业管理它遇到了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这门课呢 就是要趁企业管理的角度 给大家介绍一下 企业面临新的环境 我们如何来培养一些新的思维方式 这是我们进门课呢 它的一个目的 一个目的 在我们正式讲课之前 我们先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 我们原来学过的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知识 我们先看一下 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企业管理 还有一个叫新思维 企业管理这个词 大家过去学过的 什么叫企业管理 有没有统一的定义 有没有 没有 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企业管理的一些定义 什么是企业管理 泰勒他是这样讲的 他说管理师们怎样建立目标 然后用最好的方法 经过他人的努力来达到的艺术 这个美国管理协会的定义 他说管理是通过他人的努力 来达到组织的目标 很多教材上面是这样讲的 企业管理是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进行计划 组织 指挥 协调和控制的过程 这个概念 有很多 从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理解 这是一个概念 一个关键词 第二个概念 什么是思维 同学们讲什么叫思维 我们先看一个小的 一个例子 我们 都知道 我们国家现在 这个交通状况 特别是城市的交通状况 不是很好 很多城市 为了缓解交通的状况 对私人小汽车的购买 实现了限购 特别像我们国家 北京上海这两个大城市 那么怎么样的限购 私人小汽车呢 我们来看一下 北京和上海 它有不同的做法 北京 采取的是摇后 大家知道吧 摇后 而上海 它采取的是拍卖 比方说 北京第八期 它这个购车 摇后 首次迎来的百万大军 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 有100多万的人要买车 但是有多少号呢 中签的比例是52.8比1 你想买车难不难 很难 而上海采取的限购措施是拍卖 私人汽车拍卖号 一般的大概在5万左右 最便宜的2、3万 最贵的是多少 就不知道了 天价 那我为什么给大家举这样一个例子呢 这两种思维模式 我们有没有想想 它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还有一个例子 实际上跟这个例子是一样的 2012年4月1号 郭庆节 大家都记得吧 高速公路上 赌得很厉害 为什么赌 免费 是不是免费引起的 我们现在政府的做法是免费 但是有些专家的建议 涨价 在假期涨价 可能会解决 涌斗的现象 这同样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在社会管理当中 在企业管理当中 不同的思维模式 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严格以上讲 什么叫思维 有两种 一种叫广义的思维 一种叫虾义的思维 广义的思维 通常它是指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和间接的反应 它反应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的规律性的联系 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 这是一个专业名词 相应的思维 通常就是讲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 通常指逻辑思维 这是它的概念 什么叫企业管理思维 企业管理思维 它是指全体的员工认可的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思路 是企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的活动共同的 或者讲是比较一致的这种看法 认识和反应 一般来讲 企业管理思维的质量水平和活动程度 往往与一个企业的思想 精神的成熟水平和丰富的程度 是成正比的 所以我们在讲企业管理的时候 它的思维非常重要 比方说 我们现在来讲 判断企业好坏的一般标准 有哪些 有这么多 一个就是企业的规模与行业要想适应 第二个 经济效益在平均利润率以上 第三 要拥有良好的企业文化 第四 要拥有良好的商与 第五 员工心情舒畅 工作热情要高 第六 决策层用制度的精力和时间 研究企业的重大问题 第七 决策要理性化 沟通要顺畅 最后一个 财务状况良好 这八个标准高不高 很高 但是 对于这些标准 我们怎么看 它就要有正确的思维方式 比方说 企业的规模 与行业相适应 大家学过管理经济学 学过没有 经济学里面的管理经济学 什么样的行业 它有规模效益 固定资产 比较大的 这样一个行业 它的规模效益比较明显 比方说大型的制造业 汽车制造业 还有钢铁制造业 相反 比方说零售业 单个企业的规模越大 它的规模效益是不是越大 不是的 像有些零售业 它的固定资产 比较小的这样一些行业 它的规模效益 不是说越大 效益越好 越好 所以这里面 很多的一些标准 你怎么去看待它 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再举个例子 美国的有些管理学家 他研究了美国企业 经营失败的原因 有哪些原因呢 比方说收获了 欺骗 欺诈 还有经验管理能力和技巧的缺乏 还有灾祸 还有原因不响 在这样一些原因当中 经验管理能力和技巧的缺乏 占了92.1% 这两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 企业的思维对企业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企业的平均寿命 全球500强 40到50岁 全球一千强 30岁 快乐公司 11到12岁 中国集团公司 7到8岁 中国企业 平均寿命是多少 3.5岁 3.5岁 什么意思 企业平均3.5岁就消亡 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 有人做过调查 结果发现了 企业的一般现象 什么现象 大家看看这个图片 什么现象 很多人 比别人多想那两点 哪两点 这是我们干 这是什么 大家就想着钱 这就出问题 还有我们很多人 有不健康的心态 在座的同学看有没有 你们对照一下 你看 一些人的现代工作官 叫钱多四少离甲境 位高权重责任期 每日睡到自然醒 薪水领到手收金 有没有这样的工作 一般情况下没有 所以说 这些都是思维方面的一些例子 我们讲企业 思维与企业的命运 紧密相关 个人也是一样 像我们在座的同学们 在今后的人生当中 一定要树立好的思维 所以有人讲 观念决定思维 思维决定行动 行动决定习惯 习惯决定品德 品德决定命运 思维重要不重要 很重要 因此 我们这门课 想给各位同学 介绍的内容 有五个方面 第一讲 企业发展与管理思维 第二讲 企业战略与新思维 第三讲 组织管理与新思维 第四讲 领导与新思维 第五讲 控制与新思维 那么为什么 从这几个方面来讲这门课 大家看一下 战略 组织 领导 控制 就是我们管理的四个职能 是不是 下面 我们就开始 第一讲 企业发展与管理思维 我们先看一个案例 我们在座的同学们 对哈尔了解不了解 哈尔这家企业 是我们中国企业的 一面旗帜 很值得我们骄傲 我们先看一下 现在的哈尔的地位 这个网上都有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一年 它已发展成为全球银额 超过1500亿规模的跨国企业集团 所以哈尔这家企业 它的规模现在 已经具备了跨国公司的这样一个体量 此外 它在其他方面 也做得非常好 比方说 它的品牌价值 连续四年 残联中国最有价值的品牌榜首 它被英国的金融时报 品为中国四大世界级品牌之首 2009年 海尔冰箱入选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冰箱销量第一 创造了新的世界之最 还有 最近 它被财富 这个杂志研究中心 评为2012年 最具创新力的中国公司 这个公司 那么大家可能也要讲 它这个发展历程 有哪些东西来支撑它发展 这个问题 就和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从战略九段来讲 哈尔 它有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84年到91年 它有一个叫名牌战略 这种战略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 它那个时候企业只干冰箱一个产品 创数不积累了企业管理的经验 为今后的发展定义了坚实的基础 你们可能都听说过张瑞铭炸冰箱的故事 有没有听说过 有 都听 这是我们管理里面 现在一个经典了 是不是 一个经典 它第二个阶段 叫多元化战略阶段 什么叫多元化 它是讲成一个产品 像多个产品发展 1984年只有冰箱 1998年 已有几十种产品 是白色家电 进入到黑色家电领域 进行资本化运作 什么叫黑色家电 什么叫白色家电 大家知道不知道 这是国外的一种说法 白色家电 像我们家里用的洗衣机 电力箱 它是白色家电 它是干什么的 能够代替我们人的那些劳务 劳务工作 在家庭里面 我们需要 这个城市体力方面的活动 可以用这样一些设备来替代 叫白色家电 什么叫黑色家电 电视机 就是黑色家电 它是干什么用的 预露的 它给我们经济上的享受的 这一类的电器 就是黑色家电 现在还有很多说法 叫米色家电 什么叫米色家电 我们网上 你们查查都知道 学习上就现在的 我们一些电子产品 还有好多说法 叫绿色家电 绿色家电 哈尔那个时候 称专业化 也就是名牌战略 他把冰箱做得最好 进入到了黑色家电领域 我们河培当时有一家 也是比较有名的电视机厂 叫黄山电视机 过去还是有名气的 哈尔就把它兼并了 当年哈尔揭秘了很多 类似像这样的企业 就是单一的经营领域 走向了多元化 这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叫国际化战略阶段 什么叫国际化战略阶段 它的产品 批上了销往全球 它用自己的海外经销网络 和售后服务体系 哈尔的品牌在国际上面 有我的知名度 我的知名度 第四个阶段 叫全球化品牌阶段 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哈尔不仅把它的产品 卖到国外 还在国外干什么 生产基地 大家看一下 它国际化的战略 它是以中国基地向全世界服事 它在美国建了自己的工厂 这是哈尔的一些战略发展历程 我们下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哈尔的发展基于什么样的战略思维 有哪些管理制造 我们请几个同学 能不能够回答一下 你好 这位同学 首先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就是它专注于做冰箱这一块 因为如果它当时的资源有限 只有专注于这一项 才能把它做好 做大做强 只有当第一 冰箱这块做大做强之后 到第二阶段 它才有资本去做 从白色家电转到黑色家电领域 第三阶段是 在国内市场已经占了很大的份额 它有足够的资源 去扩充它的国际化战略 然后但是 当时它只是销售这一块 它还没有能力去扩充 本土化的研究生产销售 到了第四阶段之后 它就完全有能力去做到第四段 在当地进行研发生产销售 这个环节 好的 我们谢谢 谢谢这位同学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它这种战略思维 在每个阶段 它有一定的 我们刚才讲了 这个思维的模式 思维的方式 它是对客观世界的一种认知 刚才这位同学讲得很好 就是刚刚企业的发展的初期 它的资源是有限的 它的这个领域 它是不熟悉的 它需要大量的俱累 那这个积累 从我们企业管理的俱乐人来讲 它就怎么样计划 组织 指挥 协调和控制整个的经营过程 是不是这样的 它就要有这么一个观念 和思维的方法 哈尔的成功 很多专家认为 我个人也认为 它实际上 是有非常科学的一套理论 或者讲思维模式 在支撑它的发展 我们现在好多企业 不重视 这个管理 或者讲 不重视一些理论 的世界人的指导 换句话讲 也就是说 一个企业领导人 企业的管理者 他没有一套管理的思想 哈尔 大家看一下 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它都有一套战略的思维方式 这是它发展得这么好的根本原因 比方说 它在专业化发展阶段 就是我们讲的名牌发展阶段 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定律 叫球体胁迫定律 这是张月明当时在 企业刚刚创立的时候 提出来的 它是这样讲的 企业就像一个爬坡的一个球 一个坡 它受到很多的压力 一个是市场竞争和内部 这种惰性形成的压力 这个球就像一个企业 它自身有重力 这个重力 就是我们讲的企业 一个惯性和惰性 不前进就后退 它要万下坠的 它是有重量的 还有一个上面来自于竞争对手的压力 把它往下推 它想往上走不行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这个球才能往上走 它需要一个强大的推力 轻引力 这个轻引力必须要大于竞争对手的压力 还要克服企业自身的惰性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这就出现了我刚才讲的 哈尔在基础管理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这是它的思维模式 也就是说 如果你企业不把技术工作做好 不正常它企业的这种一些 就是我们讲的管理力 或者叫文化力 那么你企业可能就要下滑 第二个阶段 它有一个思维模式 同学们可以上网上去看一看 叫修科鱼理论 是修科鱼理论 什么叫修科鱼 在我们国家90年代 同学们对这个大的背景 可能不太清楚 我们国家在92年 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 我们国家企业改革的浪潮非常大 当时一大批企业 在调整产业机构 就出现了很多企业 就是我们讲的 它要转型 有的是转行 有的是产业升级 那么这样一些企业 你说到破产的呢 没有 它还有大量的一些资产 大量的人员 其中这些人员 很多是优秀的 优秀的 就是技术人员 或者工人 试炼工人 它把它比成什么呢 就像一个鱼一样的 但这个鱼还没有死 在修客了 张瑞敏他认为这些修客鱼 只要你注入一些新的思想 并用一些新的有效的管理方法 很快就会被集合起来 这是他的第二个理论 第三个和第四个阶段 因为他产品到国外 在国外建厂 他遇到最大的问题 是不同国家 不同地方的文化的差异 特别是跨文化方面的一些差异 海尔想把中国的一些管理 搬到美国去 对美国的员工不适应 然后他才根据美国的这种 员工的特点 和美国的这种文化 在匡划管理方面 海尔做了大量的团说 这是不是思维模式的改变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跟大家讲 他的战略思维 他从名牌到多元化 到国际化 他需要有一些管理的理念 管理的思维的支撑的 这是给大家讲的一个案例 所以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什么 企业发展需要战略思维 那么战略思维是什么 我们想通过这个案例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战略与战略思维的概念 为什么介绍这个概念 就是要帮助大家理解 企业发展与管理思维之间的关系 好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 企业战略与战略管理 然后讲了企业战略管理的内心 最后讲一下企业战略管理的内心选择 什么是战略 什么是战略 第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企业过去是没有战略的 战略这个概念的提出 什么时候开始提出呢 上个世纪六十年度 战略这个词 首先出现在 最初是在军事领域里面 出现 你像我们中国 长期的发展过程当中 军事方面的著作多不多 其中最有名的是什么 甚至兵法 甚至兵法 还有我们水浒啊 三国啊 这样一些小说里面 有很多这样一些战争方面的 战略方面的一些内容 所以当时人们把战略 称之为叫什么 谋略 谋略 大谋略呢 叫战略 小的谋略叫战术 战术 有关这方面的解释很多 比方说 中国大白贵全书中的解释是 战略是制造战争全局的方略 而这个在简明布列带会前书中 他这样说的 他说在战争中 利用军事手段 达到战争目的的科学和艺术 这叫战略 后来美国的战略学家 很有名气的 大家都知道 叫安索夫 他在他的一本书里面 叫企业战略管理当中 开始使用了战略管理 这样一个词 为什么他可以用这个词 把军事方面的战略的概念 引用到管理当中来 为什么 市场就是什么 就是战场 竞争竞烈的 这是概念 什么叫战略和战术 战略它是针对全局的问题 战术 它是针对局部的问题 战略针对长期的问题 战术针对短期的问题 战略针对基本的问题 战术针对具体的问题 具体的问题 我的理解呢 什么叫战略 做正确的事情 然后把正确的事情做精 这就叫战略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就有所为有所不为 怎么理解 怎么理解 我企业在这个领域里面 是不是什么都做 行不行 不行的 就是我在哪一方面可以做 哪一方面可以不做 还有一个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把简单的事情做完善 什么叫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我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下 我找到发展的方向 这就叫战略 很多学者的战略 有很好的解释 德伯克认为 企业的发展战略 也不是是否需要重视 而是如何重视 去重视的问题 我们国家 这个古代传统文化里面 有很多有关战略的论述 比方说 这几个词 叫不谋万事 不足某一事 不谋全局 不足某一遇 是不是讲战略 都讲战略 还有三因事而变 水因时而变 人因思而变 这三句话 跟我们今天讲的 战略思维的概念 就非常吻合了 所以有什么样的思维 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管理思维 公司的价值观 是管理的根本 管理的根本 张维明他有一句话 他说一个企业 没有发展战略 就是没有发展失落 没有失落就没有出落 企业的发展战略 就像是茫茫大海中的东塔 跟企业指引前进的方向 这就叫战略 这个概念 那什么是战略管理呢 这个好理解 我们知道什么叫管理 管理是通过他人的努力 那是先走人的目标 这叫管理 那么战略呢 它企业确定了使命 确定了目标 那我企业就要根据内部环境 外部环境 它这个条件 设定了这个目标 为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 进行谋划 并依靠企业内部能力 将这种谋划和决策付出实施 以及在实施过程中 进行控制的这么一个动态的管理过程 它同样牵涉到计划 组织 指挥 协调和控制的过程 是吧 控制的过程 这叫战略管理 那么中国企业有人做个调查 在2000年前后 有700家上市的公司 仅有20%有战略规划部 45%为其他部门代替 55%的公司根本就没有战略 战略仅仅是偶然成公司决事当中产生 而战略规划在众多的非上市的公司当中 更是少得又少 所以我们国家的战略管理 还是比较薄弱的 那么战略管理有哪些特征呢 我们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 战略管理有这么几个特征 一个就是长远性 它是面向未来的角色 一般情况下战略都是有三年到五年 有时候更长 十年或者更长 还有一个叫刚连性 什么叫刚连性 是对整个的一个谋划 还有一个创新性 就是你企业的个性 你的行业怎么样 你的领域怎么样 你是专业化呢 还是多元化 还有竞争性 还有持久性 这个概念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给大家要讲一个东西 怎么理解它的这种特征呢 我们有一个比方 企业的战略 在某种程度上讲 要把它比成一个树的话 它相当于树的哪个部分呢 大家看一下 树叶长在树枝上面 树枝长在树杀上 树杀长在树干上 树干长在树根上 那么在一个企业里面 树叶性的问题 有成千上万 树杀性的问题 有成百上千 而树根性的问题就不多了 那么战略是什么呀 什么问题呀 就是树根 所以领导人 要集中经历 魔法企业发展的基本性问题 这叫基本性 长期性和整体性 整体性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战略关系的层次 我们学过战略关系都知道 战略关系一般有几个城市 三个城市 哪三个城市 大家看看 一个公司的叫整体战略 整体战略 还有一个就是竞争战略 或者叫私立部战略 或者经营战略 还有一个智能战略 什么叫智能战略 比方说我一个公司 市场营销 人力资源 财务 融资 等等 这个呢 都是一些智能战略 这些智能战略 它是整体战略和竞争战略的 一个支撑点 一个支撑点 这是企业战略和战略管理的三个层次 那第二个 我们给大家讲一下 企业战略管理的类型 企业战略管理呀 有很多分类 有很多分类 我们先回顾一下 它有哪些类别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可以把它分成三种 一种叫企业基本的战略 一个叫企业成长战略 还有一个企业防御战略 那么企业基本战略 又可以封为 叫成本领先战略 特色优势战略 和目标积聚战略 企业成长战略呢 又可以封为很多种 那么企业防御战略呢 也封为三种 哪三种呢 一个叫收缩战略 玻璃战略 和清算战略 下面呢 我们就简单的把这几个战略呀 它的一些内涵 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什么叫基本战略 基本战略 有个叫成本领先战略 它是企业强调 以低单位成本价格 为用户提供标准化的产品 它的目标是要成为 其产业中的低成本生产厂商 等会给大家举例子 还有一个特色优势战略 还有一个目标积聚战略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西南航空公司 你看它的一个市场定位 市场定位 它的产品 是什么呀 民航运输 它的市场 是自费外出的旅游者 和小公司的商务旅行者 它的地域 大家看看 从达拉斯到奥斯丁到休斯顿 它的需求 是减少门到门的旅行时间 还有一个就是 亲生喝泼的旅行生活 低费用的旅行费用 它针对这个需求 它有哪些营销方面的措施呢 飞机 全部选用了波音737 它订票 是通过电话订票 不通过旅行室 登机 报信名 打出不同颜色的卡牌 以颜色一时登机 自选座位 机上没有图等舱 不提供行李转机服务 不提供餐饮服务 中国的飞机上面 大部分都有饮料 还有什么 还有吃的 吃的 它这个上面 没有 有时候 可能就那么一点点东西 一点点东西 它这种市场的定位 效果是什么样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办理登机时间 比别人快了三分之二 很快 飞机在机场 一个起路 只需要25分钟 其他的要40分钟 它把头等舱 去掉以后 头等舱一共有多少个位置 三排乘三个 等于9个座位 它最后增加 四排乘六个 乘24个座位 它的油量增加了 取消了餐饮服务以后 服务人员 是标配的四个 减少到两个 一个人的年薪 为4万4千美元 并且工资 占工资与员工成本费用的 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 取消机上的餐饮设备 可增加六个座位 不提供餐饮服务 原来做了后 四五分钟的清洁时间 也不需要 增加了航班量 其他的飞机是六趟 这个西南航空公司是八趟 它的机票 售价只要60到80美元 大大低于其他的 180到200美元 这是什么战略 实际上它是低成本战略 在美国西南航空公司 它的竞争对手是谁 你们知道吗 它是不是其他航空公司 它不是 它是陆地上面的火车 和长头巴士 这些运输公司 是它的竞争对手 所以它的价格 要比这样一些 用输公司还要低 我们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我为什么要给大家 讲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例子 就是帮助大家回顾一下 战略管理 有很多战略类型 有很多战略类型 我后面再给大家讲 其他的一些战略类型 比方说 第二个 企业成长战略里面 我们有叫核心能力企业内扩张 什么叫内扩张 大部分是在行业内部 进行多元化经营的 还有一个叫企业能力外扩张 核心能力外扩张 它也有一些多元化的一些战略 但是这个战略 大部分是采与另外一个形式 叫战略联盟 虚拟运作 出塑核心产品 这些概念将来同学们 学战略管理的时候 可能要学 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一个制造企业 制造型企业 它的成长战略 我们这个制造商 这是它的原来城市的领域 你看 假设它要采用后向一体化 什么叫后向一体化 它要原材料生产 零部件生产 机器生产 研发财务等等等等这些东西 原来这样一些领域 特别是原材料 零部件 可能都是由其他厂商给它提供的 它要向后向一体化 就把它的原来有其他企业 像它配套的这样一些产品 转为自己生产 它的经营领域向后推移 什么叫前向一体化呢 它产品过去的一些销售 运输 信息 维护 服务 这样一些智能 过去是由其他企业来提供的 比方大家学个市场营销 我们市场营销里面 一般企业在营销的时候都要选择什么 代理商 代理商 对吧 这个代理商 那么我们好多企业它自己是不做的 不做销售的 但现在很多企业 它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改变 其中就采用了前向一体化战略 就是把过去的营销智能 划归到自己企业内部来 还有一个叫横向一体化 什么叫横向一体化 在自己这个行业里面 我在拓展我的一些新产品 市场的份额等等 这就叫横向一体化 所以从企业战略管理内心来讲 无论是一体化战略 还是多元化战略 还有其他的一些战略 在我们企业实际管理过程当中 都面临着一种选择的这么一个东西 比方说企业要不要多元化 怎么样多元化 哈尔现在是一家多元化发展的公司 是不是 多元化发展的公司 我们看这样一些数据 08年全球四大致命企业中 可可可诺 微软 艾兵等等 只有基因一家是多元化的企业 其他的都是什么企业 都是专业化的公司 那我们要问大家 专业化和多元化到底好还是不好 哪个好哪个不好 这个里面有好多不同的观点 我们讲一般情况下 多元化战略的设施 它需要很多的资源支撑 否则多元化会带来很多问题 为什么很多跨国公司 它不采用多元化而采用专业化呢 它在这样的领域里面 把它的企业做好 做精 做强 原因呢 就是多元化 它需要的支援 支配能力也很强 很强 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呢 第三个方面的大问题 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战略管理 或者说战略类型 我们怎么样进行选择 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换句话讲 假设你是一个企业的一把手 或者是企业的管理层 你根据你企业的内部的条件 和外部的环境 怎么样的选择战略类型呢 到底是多元化好 还是专业化好 还是前向一体化 还是后向一体化呢 一般情况下 企业战略管理类型的选择 它要根据一些要素来选择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就是你企业一些资源 所有权 它的这种程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 比方说 假设我们一个企业 它的产权 资产 是完全所有权 和完全控制的话 这时候它的战略类型 往往倾向于内部成长 或者是并购 内部成长大部分情况下 它的产权或者资产所有权 全部是这家公司自己的 这种情况往往是独自 第二种情况 它企业的所有权是部分的 或者是部分控制的 它的这种战略类型 往往是采用控股 比方说多数股权 或者少数股权 或者要合作 还有合资 短期的控制 短期的控制 第三种类型 我们那个企业 对另外一家企业 它的资产没有收入权 这时候我们可以跟它合作 假设我们要有一些 比方说我们要前向一体化 或者是后向一体化 战略的话 我们还可以采用另外一些形式 比方说通过 虚口证的这么一种形式 特取经营 还有长期合约的这种形式 这种例子也很多 也很多 比方说我们现在的企业里面 有时候我就把我的品牌 允许另外一家企业 使用我这家企业的品牌 我不参与它的任何经营活动 叫贴牌生产 是不是 贴牌生产 这种情况 我们往往也可以称之为 虚口证制度 这种类型很多 很多 我们的下面 就针对它的这样一种 战略类型 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有哪些基本的原则 比方说 整成本领先战略 我们的基本原则 它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个是一种先发制人的战略 第二个 它有持续资本投资良好的融资能力 还有能够大规模的生产技能 对工人要严格的建筑 有低成本的分销系统 有机构和责任分明的走织 有严格以定量目标为基础的经历制度 严格的成本控制和经常详细的控制报告 它在实施整成本领先战略的时候 它要有这样一些优势因素 同样的 假设我企业要采用特色优势战略 我也要有一些基本的原则 比方说 要有强大的生产营销能力 敏锐的创造性建筑能力 很强的基础研究能力 还有其他的一些能力 我就不给大家讲了 不给大家讲了 还有目标积聚战略 前向一体化战略 后向一体化战略都有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比方说 我们要前向一体化 前向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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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现在企业现在利用的销售商 或者是成本高昂 或者是不可靠 或者是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 第二个 可自利用的高质量的销售商的数量很有限 第三个 企业所在行业明显的快速增长 或者预期快速增长 第四个 企业具有销售自己产品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第五个 稳定的生产被企业十分关键 第六个 现在利用的经销商和零售商有丰厚的利润 这种情况下 往往可以采用前向一体化 什么叫前向一体化 大家知道吧 就是我的分销渠道过去是外包的 现在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采用自己来经营茅台酒 现在建支销店 它为什么要建支销店 它的销售成本高昂 或者不可靠 或者是不能满足企业的需要 现在好多销售商有没有问题 还是有一些问题的 第二个 你看高质量的销售商数量很有限 后面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方说它快速增长 还有它企业具有销售自己产品所需要的资金和人力资源 它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源 还有 所以茅台酒它采用了这样一个支销战略 这种营销模式 最近几年 好多企业在开始实施 它的背景就是因为企业面临的很多环境 发生了变化 还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后向一体化 什么叫后向一体化 大家都知道了 它有哪些方面的原则呢 它供应商 刚才我们讲是销售商 它现在的供应商成本 高昂或者不可靠 第二个 它可知利用的供应商的数量少 且需求方数量大 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条件 就企业的经营过程当中 它不同的战略类型 跟它的市场状况 跟它的资源都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选择某一种战略的时候 它有一些原则 这样一些战略的选择 都需要一些条件的支撑 一些条件支撑 今天我们就不给大家展开讲了 展开再讲了 展开再讲了 那么战略管理的内型的选择 我们整体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第三部分 我们最后可以得送来这么一个结论 企业发展 与管理思维 关系非常密切 下面我们 对这一讲的内容 做下整洁 在这一讲里面 我们给大家讲了 企业发展 与管理思维之间的关系 特别是通过一个案例 给大家介绍了 什么是战略 与战略思维 我们讲到了 什么是战略 什么是战略管理 第二个呢 讲到了 企业战略管理的内型 第三个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企业战略管理的选择 这些内容非常丰富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可能难以把它解释清楚 那我们这一讲 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